漁船停靠八斗子漁港 漁工們抓緊時間 把整箱的新鮮漁貨運送上岸 滿滿的漁貨 都是從基隆北方三島海域捕撈回來的 不過現在卻傳出 有國外廠商看中了北方三島 要在這裡蓋風力發電 不少漁民聽到這消息 都堅決反對 絕對了啦 因為台灣目前的話 漁船都是靠那邊在生活的 那是海域 那是海域 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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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列的說明說 想在北方三島蓋風力發電 當時一位就堅決反對 為什麼 因為北方三島周遭是 北台灣最大的漁場 它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漁產品 在那個地方生產 而且這個漁場所涵蓋的漁船 幾乎從北方東港 高雄 台中 新竹 宜蘭 甚至連外島的澎湖 基隆 新北市 依照外商要在基隆港東北方約60公里 也就是花瓶雨 棉花雨 蓬佳雨的北方三島附近海域 開發三座封廠 三處面積加起來1000平方公里 為了維護海洋資源 連基隆市長林佑昌也說了重話 也從來沒有聽過廠商來這個跟市政府來談這個事情 也沒有有任何的一個申請的一個案件 所以我想我們的一個立場就是表達反對的一個意思 那所以也不用來談 我想這個這樣子一個基本的一個態度是很清楚的 而且更不用講說有這麼多的漁民 大家其實基本上也都反對 基隆北方三島是台灣北部重要的漁場 漁業的年產值越佔全台總產值的三分之二 因此業者想要在這裡建設離岸風電 恐怕沒這麼容易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